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清依旧拥有着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如果没有清朝对中国土地的贡献 如今的中国的确很难拥有如此广阔的土地面积 明朝到底有多大 明朝虽然巅峰时期占有的土地面积 依旧比不过后来的大清王朝 但当时的大明王朝也有着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 继朱元璋的八四北伐末北以后 永乐帝朱棣又连续六四北伐末北 同时南方朱棣收取了安南地区 也就是在明成祖朱棣当政期间 大明王朝的土地达到了巅峰 明朝的巅峰时期 较至现在少了新疆的一部分 少了蒙古的一部分 但是在东北地区却比现在要多出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属奴而干多 斯 明朝还拥有着缅甸的一半和整个越南 而西藏的土地在明朝的时候是比现在要大的 明朝时期 很多人认为最大的编换应该是东北地区的后金势力 然而其实在后金崛起之前 明朝的重点打击对象还是蒙古 永乐大地时期 明朝的国土面积达到了巅峰 而在这以后 明朝的土地面积却逐步缩水 等到明朝末期已经丧失的新疆西藏 东北台湾差不多只剩下了汉地 明朝将要灭亡的时候 统治地区已经只剩下了两经外加一十三省 像是新疆西藏 本身大明王朝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度就不够 随着大明王朝国力的衰弱 这一部分土地自然也纷纷的宣布独立了 展开全文而清朝时期 在击败了大明王朝以后 慢慢地收复了明朝丢掉的土地 甚至还有所增加 首当其冲的就是蒙古 清朝一共收复了蒙古近三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新疆 青海 西藏都是在清朝时期在宜 自回归祖国环保的 清朝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 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后来更是消灭了西部蒙古族的准达尔韩国 西部的面积较之现在要大上不少 在1759年的时候 清朝的国土面积达到了巅峰 总计拥有了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就算是到了清朝末期 清朝依旧给未来的中国 留下了一千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如今的中国总计有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如果是继承了明朝的土地 那么那五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的确是要不回来的 显而易见的 如果中国继承的 是明朝末期的土地面积 那么丢掉的那五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国很难拿回来 当时中国的力量较为薄弱 很明显 西方各个国家肯定不是做看中国是他 他们是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中国要回那一部分土地 即使是到了现在 某些西方国家依旧居心叵测 妄图将中国的部分地区分割出去 借此削弱中国的国力 如果当初中国没有继承下来这些土地 现在的中国想要收回来 的确是千难万难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